双十国庆 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也叫双十节 是我们的国家建立的纪念日 在这一天 不论海内或海外的中国人 都热烈庆祝这个伟大日子 满清末年 政治腐败 国家遭受内忧外患 神明生活困苦 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这种情形 知道一定要推翻满清政府 才能拯救中国 于是他号召同志 进行革命 国父先后经过十次起义失败 可是他毫不灰心 仍然继续奋斗 终于在新海年 西元1911年的十月十日 在湖北武昌起义成功 全国热烈响应 推翻了满清政府 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从此以后 十月十日就定为我国的国庆日 每年到了十月 各处就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 许多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侨胞 也有各种庆祝活动 并在这段期间回国 参加庆典 庆祝双十国庆 十月十日这天 家家悬挂国旗 到处一片美丽的旗海 主要的街道也搭起彩色楼 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 还有盛大的庆祝大会或阅兵大典 还有各种游行队伍 民俗表演 纪念展览 放烟火等特别节目 大家热热闹闹 兴高采烈的庆祝这个节日 双十节 庆国庆 我们除了缅怀先烈 为国家牺牲奋斗的精神 更要相互勉励 以建设更富强更康乐的国家